大家好,今天我要给大家讲土壤 首先,我要给大家讲土壤里有什么 土壤里有微生物 一个手指头大小的一块 土壤里就有一亿多个微生物 土壤里的动物 土壤里有蚯蚓,线虫,变形虫等等 第二,土壤的形成 以前还没有土壤的时候 然后就只有石头 石头经过风吹雨子的 就出现了生物 微生物 其中一个就是第一 第一可以腐蚀岩石产生能量 然后呢,这就变成了最古代的土壤 然后呢,土壤上面就开始长大植物 然后也有了动物 动物死掉后 微生物就把死掉的动物 就是做成养分 然后呢,土壤特别珍贵 因为一厘米的土壤需要上千年 所以,土壤的时间才能形成 第三 土壤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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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土壤上可以长很多植物 多产生消失,然后呢 那些植物我们人类就可以吃 然后那些植物我们人类就可以吃 然后那土壤上长的植物 还能产生氧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